中華市中安國中的職業次 探家體驗示範中心 就有實際動手操作的方式 讓孩子了解自己的行處 出面是這邊的學習 是由學長學姐在旁邊知道 中安國中的職業探索中心很努力 既然面負郭秀克先生前天來體驗 根本不直接讓10個人都玩 這次中安職探中心的課程非常有趣 讓我體驗到許多關於科技的知識 以及應用 我們也做了熱轉印馬克杯 以及太陽能搖頭娃娃 國中心記得小學生 按照檔手有馬克杯 熱轉印也有太陽靈 搖頭娃娃的製作 教他要怎麼用那個盒子 然後幫他試那個腳蛋 你們以前有人教過這個嗎 有啊 有啊 那你們現在想說把自己學的教給他們是嗎 我有 為什麼 因為他們跟我們那時候一樣很可愛 朝代來中安的冰河國小學校長說 學生在冰河先上基本的課程 課程內容也都是為實際操作做準備 沒得是保養學生 經過的圖案內 開始領略 我們希望我們每一個孩子都是這個 資訊的一個創客家 所以我們在一到五年級的時候 會有一連貫的系統化的程式設計 那個運算思維的教導 那到六年級的時候 我們會藉由張安的直探中心 讓我們孩子將他們所完成的照片 透過熱轉印太陽冷的一個轉換呢 每一個做很有意義屬於自己的一個馬克杯 張安國中學長計策 集合探射中心 很歡迎您近學校的學生來使用 張安獨立有專業的輸出 沒有學生會來擔任小助教 那自從我們成立了兩個中心之後 我們有非常好的設備 所以我們也非常的歡迎 我們平和國小的同學來使用 所以我們的老師之間 都彼此建立一個非常好的默契 只要在學校的課程推動上 有需要這些設備 我們都歡迎他帶過來 那平和國中間 集合探射中心提供的課程 真豐富得玩 適合國小五年級 各國中心來參與 提早給孩子 知道自己的興趣 幾位未來 多張新聞 中西梁中華 蔡芳報道